大家好我是Tom 回到玩足球小章師屋 9月2日更新之後有關卡格鬥技 9月2日至9月16日可以刷格鬥技硬幣交換所換 期間限定支援卡加技術和盤球UP 最大能力是增加2000 裝備限制PW屬性 能力是Match-up時盤球技能威力增加10% 還有一張限定技能測 有一個Pass-Cut Match-up時不利屬性場合技能威力增加50% 最大威力是6590 其他限定任務做齊全有2250個採集 還有一個Pool 抽回舊角 全日本JL隊的選手 在第五步會有一體確定 挑戰鬼則已經重置了 下一次在9月16日再重置 還有其他更新內容 包括維護延長 拿回300個採集 去禮物盒拿回 還有第四樣就是成長資證交換所 商品追加 我們馬上去交換所看一看 來到成長資證 會有小殼 多了150個碎片可以換 看回小殼 進化這裡 拿完那150個碎片之後 再加100個黑球的話 就可以進化成六星 再加100個碎片 之後再看回活動格鬥技 加成角色 都是JR隊的選手 最近期的兩隻 就是小切強 和三燦巡都有 還有蜜泰來 松山光 三燦巡舊的 左野滿 兩隻 手中圍 智偉 祖田城 龍一 和刺騰陽 都有加成 再加上格鬥技 硬幣換回來的技能 都有加成 報酬一攬 都是素材 和最後160萬分 三星進化卡 任務 每日任務 需要打三回勝利 和五回勝利 類似任務 指定關卡 小智強 和三燦巡得點 勝利 還有最後關 三星條件 達成 限界突破六 尾關 要入三球 以上得點勝利 都是用小智強 和三燦巡 拿回採球 和支援卡 還有類似任務 五十回勝利 都是拿回採球 之後看完交換鎖 可以換回格鬥技之證 最新出的Pass Cut技能 和舊有的技能 可以換回採球 還有 加賊券 進化卡 強化卡 盧比道筆記 限界突破四卡 EXP卡 和錢 可以換回採球 今集沒有新抽 都是抽回舊的 等它有新的再抽 今集玩到這裏 下集再見 拜拜